孩子又想吃小笼包了 今天果断安排上 家里人给出的评价就是 比外边买的好吃的太多了 做法还非常简单 赶快跟我学着做吧 500克面粉中加入 5克酵母粉 6克泡打粉 5克白糖 倒入270克温水 用筷子搅成面絮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蜜蜂醒发至两倍大 碗中加入葱姜八角花椒 倒热水泡15分钟 准备一斤猪肉 倒入搅肉机中搅成肉馅 分多次 倒入我们调好的调料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至完全吸收 搅至润滑状态 加入生抽老抽 食用盐 少许的鸡精和五香粉 搅拌均匀 加入葱姜末 放点蚝油提鲜 再来点食用油 锁住肉馅里边的水分 最后葱末多放一点 放点香油 搅拌均匀 醒好的面都是蜂窝状 我们揉面排气 分成等份均匀的小面剂 擀成薄皮 再放上馅 像视频中这样的手法 给它包成包子 全部包好以后 放入蒸屉 松弛十分钟 水开即时 小火蒸十二分钟 关火再焖两分钟出锅 外皮蓬松暄软 内里鲜香多汁 学会的双击关注 感谢支持 水开放入的血管 水开放入蒸屋 艺末水开放入蒸屉 往回头 接下来 放入蒸屉 至于